沖繩每年10月都會有一個為期三日的活動 第一天在那巴市中心的國際通 由各團體組織搞的市民、藝能、民族傳統遊行表演 第二天就是大型的扯大纜活動 而第三天就是這個在奧姆山公園舉行的嘉年華和啤酒樂園活動 除了有煙花體之外,還會有Live Band表演 有很多不同的攤位美食,很熱鬧的 有很多麵花糖,還有很多玩具、面具 很適合小孩的 這裡是一隻,英文字都沒有 沒人懂得說英文,非常地道的夜市 我也是第一次在夜晚拍攝旅行 但這裡的沖繩人特地晚上才過來吃東西 拍攝旅行,玩遊戲,看煙花 所以這裡的黑蚊蚊是沒有燈的 平時在香港,如果晚上有活動 四處都是燈的,但這樣才夠地道 他們很喜歡香港 所以改了他們的店名叫蘭桂坊 剩下一片麥啤 好,啤酒園結束了 其實不是說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但我喜歡這裡的人情味 人對這件事的態度 他們很躲起來,很輕鬆地坐在那天 穿和服,看煙花,吃不同的食物 跟小朋友跑一下 不需要說有很多特別不同的食物 都可以很開心,令他們很滿足 我也喜歡 好了,黑蚊蚊